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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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下跌了大概一兩百點 我跟各位講 今天下跌 今天下跌對不對 你大概恐慌度 大概不會這麼大 但是你心情 不是會很樂觀 因為這個是開低走低 反彈以後還沿路走低 大概是從這邊開始一直跌 跌到大概收盤都在跌 其實跌幅並沒有你想像這麼大 成交量也沒那麼大 所以我先把結論講出來 跌了189點 台積電跌了105.7點 這個可以算出來的 電腦會算105.7 台積電很好玩 今天盤中 今天其實剛開始沒有跌到那麼多 剛開始它是開低 美國又沒有漲開低正常 直接拉尾盤 對不對 開低 看這裡 你注意看 這邊448.5點開低 開低一點點 開了兩三塊錢這個正常 這邊走低到最低是437 收盤438 我跟你講 從448塊到437塊 這個地方就跌了十幾塊對不對 那我教過各位 一塊錢的台積電影響指數是 是8.15點 也就是說台積電今天幫忙大盤 盤中 從最高點到最低點 其實也沒有什麼最高點 就是跌幅最少的點 到跌幅最大的點 台積電貢獻了大概九十幾點 所以盤中不是有超過兩百點 裡面有100點大概就是台積電了 所以你的股票不一定有跌 或者是小跌 沒有你想像中這樣子對不對 那台積電收盤 台積電一開盤是448塊半 它跌了兩塊半 兩塊半大概就是 兩塊半大概就20點 所以你會發現 盤中跌幅剛開始開盤 沒有跌這麼多 所以這個今天 台積電跌了105.7點 超過指數超過一半是它跌的 所以你要不要很緊張 不會啊 因為你也沒有台積電 什麼人要買台積電 沒有嘛 你也沒有台積電 你也不可能要買這支 所以我常常說這支 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它為什麼可以漲 漲兩層喔 你也沒有這支 所以我講這一檔不會得罪你 我講台積電也不會得罪你 對不對 因為你都沒有 你不可能對這個股票有興趣 那聯發科今天有 如果前三大全值股 第二大全值股是這一檔 它守得很好 平盤還不錯 不漲不跌 所以它也沒有影響到指數 這跌的命 第二大全值 第三大全值就有影響 因為這個是盤中消息面影響 它就有跌了 跌了一些了 跌了十幾塊下來 那這一檔今天跌了十點四八點 這個都可以算出來的 這不能亂講 十點四八點 那加上聯電也小跌 因為聯電它雖然不是 不是前期大全值股 但是它也有代表性 所以這三檔 台積電 聯電加上聯發科 這三檔跌了120點 我幫你算好了 所以大盤是跌189點 這三檔扣掉 剩下跌69點 就是1000多檔股票 這邊上市有1000多檔股票 總共跌了69點 如果它們是不漲不跌 今天才跌69點 你就更不會害怕 對不對 那另外今天大盤跌下來 對不對 這不是你想像中的賣壓 這當沖客 當沖客滿努力的 當沖客每天都很多 當沖 今天會加速跌幅跟跌點 當沖當然都有幫忙 但是事實上 如果以法人來講 它賣的並沒有特別的多 也就是說其實要放假了 對不對 下禮拜一台北股市休市 那你放假 這個雙十節放假 那你放假外資通常動作不大 不會大買不會大賣 因為它會觀望 法人都是這樣做 因為對於不確定會觀望 因為我們下禮拜二才開盤 所以它成交量會掉下來 跌下來 就表示說這個賣壓 雖然是黑色的K線 但是這個賣壓 不是你想像中這麼大 那這個意思嗎 因為對於這個不確定因素 而且像就是今天盤中 最主要原因我想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AMD 超微這家公司 是台積電HPC的大客戶 它是先進製程的大訂單 超微的NVIDIA 蘋果 都是台積電的大客戶 大隻的 大客戶 那它這個盤後是大跌的 大跌的 然後影響到Intel盤後也跌 NVIDIA盤後都跌 所以在這一組 這一組裡面的30檔股票 全部受影響 台積電剛好是在 會成半導體掛牌 所以台積電為什麼會開低走低 受到AMD的影響很大 AMD是財報還沒公佈 但是它自己有提出議警 是說它營收第三季 會大概會減少15% 營收減少15% 就是因為訂單的庫存量 它的客戶庫存的關係 這個已經是很久很久以來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現在目前很多的高科技股票 都一直在下修它的營收 跟它獲利 這沒辦法 這個是尤其是你看 這個美光 前一陣子 美光不是也下修 它明年的資本支出嗎 對不對 那另外三星也公佈了財報 韓國的三星公佈財報 第三季的獲利 竟然比第二季 衰退31.7% 跌了三成下來 獲利減少三成 很恐怖 那又高於分析師的預期 但是這個其實 其實下修財報跟公司保守 這個我是建議 該講的就把它講出來 因為你財報不好 讓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你看這些股票 它就是財報最不好的公司 股票你要讓它 提前去反映它的財報 它的利空 它就會反彈 你看這個面板相關股票 聯勇也是 最近不是也很會跑嗎 那它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實際上 掉單子都一直都接不進來 因為它的客戶庫存太多 沒有要買貨 客戶庫存很高 可能要調到明年的 第一季第二季才會調完 那你這個營收一定會退 大幅衰退 你看這些 有打開這種股票 也是相關公司 面板相關公司 這兩檔是標準的 這個不是嗎 這種都是很標準的 都是大幅衰退的公司 但它股票價格它會先反映 這個就是 它會先反映 所以不是說 你看它財報不好 它就會一直跌 不是它就先反映 是不是 那因為你台積電 現在目前都沒有 表述意見 台積電現在目前它還沒有 表示它 未來營收會衰退 或者它訂單 看它的客戶的情況怎麼樣 但是重點來了 它的客戶自己先講 我營收會退15% 大家知道超微要退15% 那HPC 那NVIDIA我看也是這樣 Intel大概也這樣 那三星獲利 減少了三成 對不對 那台積電公佈 那大家 台積電今天公佈營收 那還沒公佈營收 它就先跌下來 那公佈營收以後 我想這個對於大家來講 我跟各位講 你們要學聰明一點 台積電的營收其實不理想 它是不是公佈了 上一個月的營收對不對 還是有超過2000億 但是它說比它 比上個月 比8月份 9月份的營收 比8月份減少 大概5%對不對 這是8月的營收 那這邊電腦還沒有key進去 那9月的營收比8月份減少15% 那這邊以前都是 也有減少也有增加 這越營收 這連營收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貨幣貶值 台幣 台積電是收美金的 換回來應該是不能少才對 那台幣貶值 台幣而且還蠻多的 台幣這個月 你9月份的營收 9月份從這裡9月1號開始 到9月底 這邊都是貶值 它台積電第三季的營收 它是用29.7去算的 現在跑到快31塊了 所以很麻煩 你知道嗎 我意思表示台積電的訂單 可能有出現了鬆動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或許有人會講說 那9月份才30天 9月份30天 8月31天少一天 所以營收退盛場了 不讀書了 營收誰規定要每個月 每一天都規定要出貨多少 它可以兩天出貨一次也可以 或是三天出貨一個大 對不對 或是一天出貨三天的量也可以 你也幫你三百 對不對 不要每次都是講那些無聊的話 不是這樣 營收 我認為是出現了一些狀況 但是我沒有說它不好 我沒有說不好 我只是說我看到客戶之間 產生這樣的狀況 難怪整個市場裡面的氣氛 就會變得比較的保守 當然也有一些股票表現不錯 當然就跟電子科技無關 觀光旅遊股 它影響就不大 內需嘛 那台灣的內需 台灣的內需觀光旅遊要開放 邊境要開放 當然他們會拿到一些短線的資金進駐 要解我的意思嗎 那短線的資金會跑來跑去 當然對於這些股票 就會有一些比較好的一個幫助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要跟各位 現在做一個講就是說 但是我這樣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 這個禮拜還是漲的 這個禮拜還是漲的 量是比較少的 對不對 這個禮拜量是比較少 它是只跌的反彈 但是還沒有完全的特別的強 那漲的 這個時間漲了 你看到今天跌189點 好像壓力很大 其實不用那麼在乎 這邊漲了629點 禮拜一這個地方還在破低點 那從禮拜一到禮拜四漲了 這邊漲了629點 跌了189點 還好啦 還好啦 那會不會再漲呢 大盤會不會再漲呢 鐵錠一定會再漲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 謝謝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影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 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这几天都一直在讲这个 跌多少反弹多少 这是要空投市场 这个绝对是保证是空投市场 你一定要背起来 它是一个大空投市场 趋势向下的 中线空方式 长线空方式 短线空方式 但是大跌之后都会有一个反弹坡 我把它做成这样一个表格 让你很清楚 空方式的回档 也会有反弹 我讲过好几次的 这个位置18619 16764 这个位置 跌了1855点 我常在讲跌了10% 跌了1855点 但是这个是反弹坡 反弹1006点 所以是占比是54.2% 我们看这里 就是这边跌了1855点 反弹这一波1006点 反弹三个礼拜 然后这里的幅度 调整幅度 跌了涨了 占比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这里 接下来这一波是1770点到15616 这一波跌了2000多点 修正的百分之12.1 但是还是有反弹坡 对不对 到1681 反弹了1195点 所以这个跟这个相比 反弹了百分之五 15.5 就是这一波 也是大概三个礼拜左右 都是拼到了下降季限压回 拼到季限压回回 这是空投市场 然后168.11跌到139.28 就是政府复盘的时候 国安基金进来了 不是反弹了2800多点吗 然后这一次 这里 不是这跌了2800多点 那这一次国安基金进来 这里反弹了这里 1547 就这里 那这里为什么会反弹 六七个礼拜呢 因为他是对这边反弹的 他也对这边反弹 还是到季限又压回 所以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七个礼拜 那这个再一次 因为空投市场 还是会再破底 又破了一个底 这一次下跌的是2202点 那从这里开始反弹 我打问他 那我的意思是怎么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空投市场的趋势 没有改变以前 它的走势都会一直这样走 一直循环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道理跟理由 你可以说13273是低点 但是如果你是一路偏多 看2万点10万点的 你每一天都看低点 但是低点还有更低点 就像敦泰298你可以报到了57块多 表示你都是基本面很好 才会这样做 那我的意思是 大盘 我要给你看到重点是这里 下跌之后的调整坡都会超过五成 我讲过好几次了 那你认为这一次会不会超过五成 还是直接就崩盘了 这个是大家的选择 但是是不是空投市场 保证是 就算是在涨五成 还是空投市场 不会改变 因为连线往下 调整时间至少要长达一年以上 我已经跟你说过不辣八遍了 那个股是这样 大盘是这样 那个股呢 个股一定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讲 我挑出来是热门股 你说股票1760几档 我哪有办法每一档都告诉你 而且一等门股 一些奇奇怪怪的股票 我们对它也都没有意见 那我今天挑说12套基本 反弹压力卖点 12套就12档被套了 叫12套嘛 就像是 人家讲说 这个18套 18套基本 之前不是有人说要救股票 要用18套基本吗 要几招要救大盘 一招就没效 要复盘复复复复复队 我是说不需要说 我不是要说国安事 我是说你不是很厉害 你今天亚洲股市 大家也认识了 你说你很厉害复盘 很厉害 一日月 买百万亿 说你很厉害 如果日本跟韓国 今天也是人 别人都股票 我们也不说了 人家是这样 盘中还翻红 人家这也不太厉害 这没有开盘 人家这 人家这K线也还放在这 他还反弹到月线 人家还没力 这也红的啊 这桌 我告诉你反弹到月线 通常会有短线压力嘛 你看 这德国嘛 这NASDAQ 快到月线了嘛 这个也到月线啊 我们时间都比不迷都同样 我们这样 我就没说了 算了我们不是在妈啦 我们是在说事实 说比较坦的啦 你这样五十几天买百万亿 说得很大声 人家的月线一天倒就没去啦 反正半天就倒百万亿了 你想办拜托的 比较败油呢 多买一块嘛 既然你已经收钱了嘛 已经收钱给你了嘛 你都已经收钱 都要复盘啊 你复盘都要 常常说要点火 都要复盟 都要复盟买起来 不然要插他 那样好 不要这样啦 如果说复盘 就要复到复盟 我看建议退场好了啦 因为你复盘 复到复盟 这也是 全世界也是都人啊 不是我们台湾 对啊没对 全世界人也没复 国安基金在复盟啊 别人没复盟 没在复盟 别人没复盟 没复盟 别人这没复盟 这没复盟 也没复盟 这样复盘复到复盟 这样复盟 这样复盟 股票还是要复盟 老子朋友 明白吗 那十二套基本 那是十二套基本 十二套 十二基股票 这个不是强势股 是热门股 我把它挑出来热门股 基本反弹压力卖点 我做出两个价位出来 这个都有期间的 我们建议在这边卖一半 这边全部卖掉 你了解吗 这边我都有写价位 这边该卖就卖 我没在跟你当机投资 我正早跟你说过了 我们现在在做多 我们也是做价差操作 做差距 我没在当机投资 我又说过了 还比较败的股票 还比较败的股票 都也是够减 也会有这种 这种翻译了 翻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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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减了 它这达八成了 跌八成了 打两折 但是人家你看 你看你看它 你看它这样扑扑了 结果人也起两尺了 你有看到吗 这也是同样的 这最 营收退最多的股票 六百几个落到成这个了 它也都有翻译了 翻译了 这人都翻译了 你看最近这支也很翻译了 真是翻译了 这支也同样 这支不是都这样 这支不是都刚刚退 做到成一 也是都你看 这连营收 你只要退这么多 六亿也是会翻译了 那为什么我拿这三人股票来做比喻 你抽头的股票 还不像这三支股票的营收真是翻译 应该都比喻比较好 对吧 他们就会翻译了 你的股票还没翻译了 大半就会翻译了 你的就会翻译了 所以这十六档股票 台积电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我们叫它压轴 本来台积电它写在前面 它压轴 因为台积电比较客观老实一点 把它放在这里 这十二档 这边都有写价位 你今天看到节目的 或者是有加入Telegram 这边我都有写 这边都有写 你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来免费收取 我那个教会是给你参考的 但是你自己还是要自己操作 我把它算出来大盘反弹到相对的位置的时候 那些股票应该要涨到哪里 但是那些股票的涨幅 一定会远远大于大盘 因为大盘你算出来的反弹坡 不可能像其他股票 因为各股有各股的幅度 不一样 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这十二档 十二套 十二套基本反弹压力卖点 你看到节目的时候 你当然就可以自己打电话 到公司来免费跟我们的助理 来收取 至于下个礼拜的一个走势 我并没有说看不好 我认为大盘的反弹会持续 因为时间跟空间都还没有到达满足点 这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